我怕的 對手 對抗我 铁能带金钉就有了,你带金钉就没什么 有药就喝吧 只能是这样子 锤是痛得要死我 好像这样是最好的 最好的办法 走了,回家买把藏金再出来 不要去管这包女 让他自己玩 就先出来了 手可能会掉一两个近战兵 但也可以接受 因为这样至少是两把长剑打 你像这种打野他这样搞你千万不要去配合他,先回家买自己装备先 最好的办法是不支援 因为我们对线没有 没有那么稳定,不像鳄鱼这种英雄 站在他衣上面垂 好,这里喝一下药 我们这里要开始AB 再喝一瓶 来个妈妈树山回去,如果先不交梯走上来就行 多利用他的衣服 哎,我以为剑7好 这我没 杀鲁 都是沉默的手段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你们的杖 都用火来清断 他开盾至少你可以急跑拉扯他 就不着急 他开盾你就不要管了 急跑拉扯他就好了 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样一来他没踢了 然后你踢出来打一个 其实我刚才可以开大招 抽过了好像 哎 应该开大的 开大招 开大招把他闪打出来都约了他就行了 不过这也行 直接约他也可以 不过这样有可能也会约不死 走咯 直接跑 好 我可以反殺他 這兩個人要打起來 我賭他怕我 我先把仙推回去 這樣就可以來找他 我先把仙推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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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6 我又急炮 还得急炮 要这个机动性拉扯他还是 这还是没有点燃的点燃 有点燃可能打的 補装备吗 但他装备还是比我烂的 但是因为你的也没 我懂,但他只有6级我打 我是输出,他是肉 他搬肉 所以还是能看得出来 不开大打不过,不开大绝对打不过,A到A不死 不开大是百分之百的打不过 会不会过来打到 天然就这样 来个CDC 对面系统局了 对面系统局了大伙 对面系统5月好像 对面系统5月好像 还是死 我的按键按错了 节奏乱 好了 可以关了 什么可以关了 我怕灯会吹吹 节奏 要不要了 也许我这回买攻击力会更好 买攻击力刀就死了 你不是打不过他 暴女要输了 铁男不来暴女好像也输了 我的黑暗并非由心而生,而是被我的老估计 他没买装备好像 啊怎么回事啊 送大礼啊 铁男突然就优势了 他的人头经济比我还夸张 买了个冰杖 铁男突然就优势了 铁男突然怎么给他送了个八百火 我打不过了呀我操我这样子 他打个屁啊 我试一下开大能不能先给他来盾,等他先交Q先 开盾 开盾我还真打不过他 压力好大呀 刚刚这个瞬间来不及剩11 得先动手 最后的机会 他交Q我要开大打 无论发生什么事 先推就不先 咳 嘿嘿嘿 好像我不用怕造型 但也不好說 我想一下 要不直接做冰刀 要不會太爆了 直接做冰刀 差點打不過,看來直接做冰刀是對的 我要買星從我下來我感覺有可能打不過的 還好我直接做冰刀,第二件 做破盾刀,但是沒百分比 破盾刀只能破他盾,但是傷害不會那麼痛 破盾刀只會讓他的技能效果變 還行嗎 這裡我再補就行 再補個星從 差不多,不過這把EO隨便打了 哎呦我的EO來了兄弟們啊 主播的系統局來了 前兩把隊友太誇張了 他帶點火我應該就打過 他帶點火一開始自己打過 冰刀不能減速,半選一下才可以 這兩個版本大穿的薄弱很多 重傷那個倒沒怎麼敢 其他的都敢 鐵男真是EEOO 應該好像是吸血鬼 哎呦 哎呦 你看誰跑得快了 看誰跑得快了 看誰跑得快了 有個牌子 看來還是你跑 要被斬了 要被斬了 誒我活了 全活了 親愛的朋友 千尾不要再死 算了就這樣子 小問題 打得過嗎 兩劍半 不會打不過吧 好想打 哇操,差一點點 12級兩劍14個頭的阿克曼打 3-6的鐵男差點打不過,這個鐵男只有一個兵杖 怎麼說兄弟們 差點打不過呀 這偷數值有這麼誇張嗎 差點打不過呀我靠,他剛剛是海耀家那個收集者差點打不過 太誇張了 什麼意思 玩鐵男去還真是 鐵男底下怎麼講的 大義的 穩健點 Q他知道 臉壓得太厲害了 碾壓太厲害了大伙 他這個極致 他這個極致真碾壓太厲害了 沒有遊戲體驗似的你哪怕贏的也沒有什麼遊戲體驗 是吧 這招變到主播全面點壓對面了而且EO局我已經說了至少兩個死實測以上 是吧 懂的都懂了 哎呦這個設計師真會做遊戲的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了 真的是你青銅局也會有這種情況的真的 他全分斷覆蓋 你下到青銅上到終始王者都會有 只要你KDA高你就等了 KDA高加上龍聖 我會有事情錄補 兩個死實測以上 肯定是會這樣 就算你最後打贏了其實還是不能輸 他都不停了 睡覺傷害了 哇這什麼呀 太羨慕了呀 一劍打三劍是這樣子的結果嗎 有點羨慕的說實話 如果 誒,拿下去們,大點不關你